随着昨晚完成最后一轮小组赛 本届欧洲杯16强的对类形势也随之出炉了 葡萄牙在昨晚最后关头被冰岛抢走F组赴盟资格 幸亏仍以第三名身份晋级 而且还因此避开了死亡下半区 处于较少传统禁力的上半区 无论如何 葡萄牙在16强的对手将会是实力不弱的克罗地亚 后者打败西班牙之后 成功以第一组正盟出现 上半区其他16强比赛包括瑞士对波兰 博尔斯对北爱尔兰 以及匈牙利对比利时 反观下半区则是强敌环制 以鼻祖第二身份出现的英格兰 原本的对手从葡萄牙变成了新军兵道 另外东当主法国将对上爱尔兰 世界冠军德国则对斯洛伐克 而16强最受瞩目一战 就是未免冠军西班牙对垒上届亚军意大利 两队将提前重演四年前的决赛 当时西班牙以4比0大胜 而双方的胜者还可能在八强遇上德国 争冠之路可谓险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